所以祝福菩萨 真正慈悲心的流露 真正慈悲心的落实 是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无论是阴教 无论是神教 这里头还包着义教 神与义 都是教导众生 转迷为悟 这个就是佛法 如果他的用心 跟这个相违背 再殊胜的法 都不是佛法 注意一定要记住 佛法是 消灭贪嗔痴 赠掌界定会 这是佛法